謝謝林醫師 紀念館這任務很重 你們三個所說的都是紀念館的一堂值的改信 我也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就是 台灣不只正恩房紀念館 像立陶園區、清北園區、拉巴紀念館 其實剛剛兩位出角人所探討的問題 這個在國外紀念館都 都已經在不同的脈絡 或他們的不同的歷史經驗裡面都有談到 但是對台灣來講紀念館是一種 新的一個文化的場域或是機構 大家把它當成是過去承送的歷史 那拍了趕快拍了去 其實不是這樣子 這裡應該是能夠讓你去面對過去 然後去激發你對未來的 新的一個文化的想法、想像 那這樣子才會 我們班教的演講最重要的目的也在這裡 來接下來 我已經站起來了 找人 先介紹一下自己 然後再來發言 給你自己來講 好,我自己來說 謝謝 大家好,我是呂裴麟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在禮拜六的下午 然後這裡的親情 通常禮拜六下午 如果不是在上班 大概就是在沙發上 那就是在看 沙發上後就是在看土豆網 好,不恭喜往這樣子 可是今天其實我本來 我兩個禮拜前來這邊 借閱那個美麗島雜誌的時候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演講的一個 故告這樣 就是說今天要 4月14號要談死亡這樣 那我看到這個標題 我就很想 我就想說我一定會來 而且其實我想要帶兩個朋友起來 那兩個朋友是 這兩個朋友都常常是 就是陷入生命的第一潮 常常跟我說他們想自殺 那這樣聽起來很奇怪 我怎麼會想要把兩個 想要自殺的朋友 帶到這裡來聽死亡 而且是在這樣子 有人用這樣子的死亡方式的場域 來聽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演講 可是我的感覺是 從我第一次到這個紀念館來 我的感覺就是說 這裡呢 它對我來講是一種 一種熱度 生命力的熱度的感受 而且那個感覺是很強烈的 所以我很希望 我之前覺得已經活得沒有什麼意義的朋友 可以來感受一下 生命的那種熱度的感覺這樣 那我這些朋友也不是說 在生活上遇到什麼重大的挫折 人生怎麼樣活不下去 也沒有 可是我覺得好奇怪 是在這個時 在這個時間點上 就是會有 就 我們一般講憂鬱症也好 或者是說也不一定到 嚴重到去看醫生 可是就好多人覺得說 我的生活照顧 我家人這樣照顧 我工作也照做 可是我就覺得不快樂 我覺得 好像也沒有什麼要活下去 而且甚至都會去考慮死亡的方式這樣 那我覺得 如果 我就想說 如果朋友跟我來這邊 你感受一下說 曾經有人用什麼樣的生命熱度 活下去的話 我覺得 那不是很好嗎 就像我第一次 我自己個人第一次知道政先生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念大學這樣 那時候我已經參加了一些那個學生社團 就是比較意義性的社團 然後呢 我在傍晚的那一天 我聽到說自由時代雜誌社有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我聽到的感覺有整個全分起雞皮疙瘩這樣子 那時候想的是說 原來我們現在這樣子反對教官 反對學校搞這些東西 其實有那麼嚴重 在台灣社會現在也會有嚴重到有人要用 要用這樣子的練武本身的方式來抗議這個社會的制度的問題嗎 所以我覺得 我開始覺得說 其實我覺得我應該很認真 很嚴肅的去看待說 我現在跟著學長跟著學姐在做的這些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 那個時候給我一個很大的健安是說 我要對我自己很負責 很負責的去思考說我在做的事情 然後這個印象到上個禮拜在 在那個親平台的那個活動 然後那時候我覺得同樣的也是 那個感受又再一次 就是說 你對你自己的生命 跟你自己在做的事情 有沒有很負責很認真這樣子 就講到說 好 蘇敏老師講說 真堅針追求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可是蘇敏老師說 他想說的是說 我們有沒有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去追求 我們認為想做或要做的事情這樣 所以總的來講 我就是覺得我好想帶我那些朋友來說 看看人家怎麼樣認真 用力很熱情很熱力的活下去這樣 那我覺得 這是就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典範的感覺啦 就這樣 謝謝 我在立陶 那麼多年 我去年看到一個學員 是外省級的 而且是中坪的 你們去上部落口可以看到 2011立陶後面對話 他這個到了立陶 然後沒有去過 然後經過了解以後呢 寫了一篇滿場的感想 他就這樣分享說 他說我們那個社會面對這麼多人 對自己生命沒有期待 是差不多種種現象 他說你們如果來認識 這麼多過去 我們的前輩他們怎麼樣子活過來 也許我們的那個 死亡的那種各種奇怪的現象 就會減少也不一定 所以就這一點來看 這些經歷網路研究 其實他有很大的能量 來鼓舞人心 非常 到此 來 接著哪一位 網路時間 來 自己介紹一下 蠻時間講不出 那來 Amy 我是昨天從高雄上來開會 但是我特地留到今天 準備完這場做餐會之後再回去 我在高雄目教歷史 那之前 我的學生有人做 自然榮先生的研究 然後他們也來過幾間會了 那我基本上也來過 那時候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我這場研究當中 那時候有找到 那當時候來攻堅的 侯友寧侯先生 他當時是警大校長 那我們的學生呢 真的是很懂事很得體的 跟他們聯絡 然後他們的校長師秘書就說 可以啊我們校長 看你們什麼時候要來訪問啊 先寫個mail給我們 我們再跟你呢 再做進一步的聯繫 可是後來呢 他就說 我們可以先把問題列給他 當孩子呢 把這個問題呢 又沒有的方式列給他們之後呢 那就再也沒有回去 那這這樣的一個結果 讓我一個感覺就是 像剛剛醫師所說的 或者是呢 正會法師所所談論的 其實我們這整個社會 沒有自覺的人很多 那沒有自覺的人 包括我們的教育 實際上現在已經 在教科書裡頭 把這一個部分 真的是邊緣化到這個 甚至恨不得把文具連抹掉 那麼多版的教科書當中 只能夠找到一兩個版本 他在後面的連表裡頭 有鄭南榮先生這樣的一個 就是鄭南榮字的這五個字 其實他在這正文當中 幾乎也都沒有什麼提到 提到關於這一類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個部分 就不曉得我們應該可以做什麼 我們除了對基金會 可能會說說贊助 或者是怎麼樣 這樣的一個比較經濟性的一個動作 我們可不可以有積極的去 透過教育 或者是透過這些 怎麼樣的一個管道 讓下一代的人 更能夠更清楚 因為侯遠先生 我覺得他不回應我們 實際上是因為他沒有審思過他過去 他自己在那個職務上 所做的這些事情 他不敢去面對 所以他像他 他大概對於當初他自己的角色 他沒有辦法跟學生談 所以他乾脆就選擇了 就靜默下來沒有回應這樣 那我在想現在當選者 實際上也是如此 而且之後所謂剛剛 那個教務法師所提到的百客觀 接下來就是高中的歷史變成 中國史多了半冊 要上1.5冊 那減少是世界史的部分 台灣史當然沒有變 可是在這樣的一個折衷當中 其實上是政治強力介入的一個結果 那在這個結果裡面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 所有的高中的歷史教師 大部分也都是認同的 因為他們認為在養成的過程裡頭 那對於中國史 其實它是比較 比較有東西可以上的 所以我的意思也就是說 其實政治強力介入教育的一個結果 讓我們這樣的一種 我們只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每到有一個比較重要有意義的日子的時候 我們大家來這個地方做一些 做一些反省 那之後之外 我們還可以再做什麼 我就是想救教於各位 這是我一直蠻大的一個疑惑 想要有所動作 有所作為 但是 不曉得應該怎麼開始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先來先說貴姓 有姓財 有姓財 戴老師 歡迎你到董帳我們的網站看一下 這三年的那個人間教案的 參與者寫的教案 那其實有在推動 我想問題可能比我們想像的更多 因為整個社會當非主流 讓你擔心 你一直處在非主流的偏遠 讓你感覺是不好受 所以我想 大概有很多事情要可以更努力來做 所以我想大概有很多事情要可以更努力來做